其实我挺开心的是来 现在有些朋友是平常在香港 没有机会见到 我非常感谢他 就是特别在航天飞过来 就是我约他过来 他本来不是太敢来 就很少就中医 对 所以他问我来不来 我就有点鼓励他 我说来见我吧 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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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其实就我也是第一次 在现场这么演一出戏 其实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紧张的 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想演舞台剧 但是一直没有那个机会 让我尝试到一次演舞台剧的感觉 所以我希望还有机会跟你们演 我感觉挺开心的 因为看到那些年轻演员 他们都可以当我的儿子 女儿 所以我觉得真的挺荣幸的 而且希望能把我认识的东西 像教孩子一样 教我的儿女一样去教育他们 那在这个演艺生涯当中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什么 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的很厉害的事情 我拍戏连续五天四夜没睡觉 很厉害的 不是很厉害的 真的很厉害的 真的很厉害的 那你有没有回家 没有回家 因为那个时候在恒店拍戏 恒店 对 然后五天回去床铺都是整整齐齐的 都没躺过上去 然后我就坐飞机拿行李就走了 就飞了 感谢 太难了 哎呀 我要想一想 你们知道谁是谭校长吗 当然了 知道 谭荣林老师 她有 她的专辑里面 我有一首歌是我写的 也不错 不错 不错 唱凉剧 唱凉剧 对对对 唱凉剧 我忘记了 我讲一个比较搞笑的吧 就是有一次很快就要去一个地方表演 也是在内地的 然后呢 有一个晚上我在香港 我从楼梯就滚滚滚下去了 然后我不说哪一只牙了 反正我现在这么笑 是在其中一个 破了 然后比如说一颗牙是这么长 它剩下这么多 我说完蛋了 然后我公司就问我说 要么我就跟它说 真正的理由把它取消 我说不 我就就是我觉得我要去 然后 但我来不及补牙了 我就唱 就是唱得漏风 那你不可以说英文名字 Fiona Sala 说Sala 那怎么总首歌就大概这么唱 就是声音就很猛 最搞笑的是我麦不能拿开 你拿开一点人 他就看着你没眼儿 对 就以前那个时候 我应该是第一个在泰国 然后韩国开 内地开歌唱的卖票的歌手吧 我应该是一个在泰国 有的 你现在就是专心做演员 对不对 对 对 好 我跳过一次瀑布 对 然后我下来 因为是在国外 然后比较瘦 冲下来的时候 就速度太快 我就被那个救生圈 压在水底下 大概有 我不记得多少秒 十几秒吧 大概 但我觉得很危险 后来就对这种事情 我就再也不做了 大哥 大哥说 我有六个孩子 两对双胞胎 厉不厉害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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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最重要的是 汤真叶大哥说 他觉得带孩子非常快乐 因为你们要知道 现在的年轻人 在养育孩子的时候 是很精细 很科学 对 光是给宝宝选这个奶粉 就是一个大工程 那今年我刚好去了 这个君乐堡的优质牧场 所以在他们的工厂 和科研中心 我是看到君乐堡 是非常重视这个科研的 它是我们自有牧场 生有乳一次成粉 用科学强化的配方 和多重营养 给宝宝全面的呵护 而且是一个 非常懂妈妈的好奶粉 所以要推荐给 有宝宝的家庭 妈妈 对 有带来 谁 来唱一首歌吧 好 好 好 那 柯瑜 我们一起唱一首 越难越爱好不好 唱好一点了 林峰唱的 好 世界上哪里会做一梦 是 我们一起唱一首 老板 我们一起唱一首 那 中文 决定 最后 我们一起唱二首 fest голос 小 不是 我的 我 release 旁边 有每一种方法 定乱什么 讲句话错 知初知读 便连累你对我失望 无畏世事变改 还是越难越爱 为你早点再期待 花开花落自笑 这一句 被字抹开过了失海 何复跳入内海 愿梦越来越爱 就算一切没记载 远若会再有戏开 跟住境比赛 在头上梦见有一些感慨 让我何会抱紧唱到未来 别让手放开 谢谢 好听 接下来要有请 周杰琼和薛凯奇 为我们带来自作多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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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谢谢各位 哈喽 今天我来给大家做一些好吃的 我们用胡姬花古法小炸花生油做 这个油超级香 做出来的牛排肯定很好吃 那其实演戏呢既是演别人的故事 其实也会融入我们自己生活的经历在里面 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游戏很有趣 参与这个小互动的是刘耀文 陈少霞老师 沈岳 周柯宇 奢士曼老师 许卫舟和许少雄老师 规则是 我们会请各位来讲故事 但是故事的真假性质 由节目组给到你们的抽签牌来决定 其中只有两个人说了假话 必须把说假话的两人全部找出 你们才算获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